那個位置是給S的嗎 對… 只有我一個人嗎 是一個神 因為他已經超越說 即便是我以後 你已經說心裡有像 神灘這樣的地方嗎 什麼樣子的椅子 什麼樣子 那個位子 心目中的位子是給你 有靠背嗎 因為我有 大方向小S告白 藝人趙振平過去在節目上 和小S互動報效 12年來 兩人的愛更情仇 在網路上逢產 所以你說我哪裡 坐得不周到了嗎 比如說微博 對不對 我關注你八 九個月 你也從來沒聊我 我早就關注你了 我不相信我 真的 我關注你了 你根本沒有在乎 你屁 真的嗎 我剛才在化妝 你剛才自己叫趕快 趕快你弄我 愛我之下 傷害我嗎 趕快秀師 趕快秀師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麼做ending 這場秀怎麼演下去 我走好了 快點 等一下 哈囉 不要這樣子啦 你做好事啦 不要抱我 你手給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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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不要一次傷害他 不要一次傷害他 不是 你不要這樣給我嗎 你再吐一點 兩人在節目上一來一往 瘋狂鬥罪 讓粉絲笑翻 小S甚至還幫趙哥 取了個特別的綽號 你不是胖啊 你就只是這邊打 這邊為什麼會打 還好吧 這邊有嗎 就是每個人的臉型不同 你何必在意呢 是喔 滿像蛤蟆的 你現在粉絲多少個 不問我沒事 問我又火上來 我們去宣傳雞排英雄 趕你屁事 下次是你可以 親切趕說趕你屁事 趕你屁事 小S甚至還幫趙正平 選了一首主題曲 我還想了一首歌給你唱耶 你以後有主題曲耶 什麼... 一隻蛤蟆一張嘴 兩個眼睛四條嘴 乒乒乒乓乒乓乓乓乓 乒乓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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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乓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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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了雙眼皮的趙哥 突然又變身成安東尼 我覺得你現在應該是叫安東尼吧 Athony 妳可不可以聊些跟師傅的關係 妳可不可以吃個假日 妳還沒得五十三 好不容易感受一下行程 妳真的很糟 那個警衛她說 趙先生妳是關號 是不是要收一下 警衛認得出來 謝謝 所以警衛有沒有這樣 那是妳 就是妳割完第一天回家 警衛沒有這樣 妳就shake his head 蕭乓乓和趙正平的 塵槍舌戰讓人笑翻 現在康熙即將吹席燈號 也成了粉絲珍藏的經典畫面 記者洪西雲 黃甫香華台北報導